中加数位董事长郭冠群亲自颁发奖状给获得奖学金的学生 恭喜他们可以出国议员留学梦 为了培育优秀传播人才 中加集团与台大新闻所将进行产学合作 未来三年内将捐助台大新闻所750万元 鼓励师生进行国际研究、学习及交流 加强新闻传播培训与制作 去年台大新闻所办了30周年的研讨会 我们很高兴有包括中加公司 还有非常多的业界的朋友的支持 今年延续跟中加公司的合作 很高兴中加提供了三年的产学合作的经费 共750万 我们在产学合作的方案里面有两大重要的亮点 一个就是我们会持续地举判传播重大议题的论坛跟研讨会 另外一个中加公司非常重视人才的培育 所以我们把相当高的经费 放在对于学生包括出国的国际交流 以及新闻实作的奖补助 那包括也我们请非常多的业界的业势 来到新闻所来对学生进行教学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我们的人才卑狱 以及整体新闻环境的改善 都是有相当的注意 这种合作不能短期的 要有个延续性 所以我们尽量每一个合作都以三年为原则 说上次那个譬如说我们那个台大法学院那是三年 一千八百万 那这个我们也希望三年 好不好 然后三年以后我们就容易看一个长期的效果 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帮助 今天譬如说有五个学生 现在有两个学生来了 其实有五个学生在我们的赞助之下出国 我觉得两个了 一个事情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的CSR是媒体试读 其实真正我们很在乎的是教育 说从过去三年的台大的法学院 跟那个林玉玲基金的这个4.5亿 都是教育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个下三年呢 也会跟教育有关 最近有五个学生出国嘛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其实这个就是要大家多沟通 多了解 所以说他们我们会陆续的来帮台大 跟邦向就是办研讨会 这个促进这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参与者的了解 OK 让大家共同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产业有一个推动力在那边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让新闻更好嘛 中佳集团除了与台大政大等 大专院校传播系所合作 每年更投入数千万元回馈公益 以行动力挺媒体素养推广 透过正向交流与家庚教育 期盼让台湾媒体 有更好的发展与未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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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